Hello 宝贝们 今天我们来科普一下西普调 西普调是有上百年的历史 在老西普调的香水里面 会大量运用到了橡木台 这个元素其实最早是出现在满香里面的 后来调香是发现这个元素跟花香跟果香 竟然都能够搭配 会让整只香水的调性显得更加A3 果香不再甜腻 花香不再柔柔弱弱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西普调就已经开始风靡了 可惜的是在2015年 国际香分协会的一条禁令 结束了老西普 原因是在于天然橡木台当中 有两个核心成分 台黑拳和铝化台黑拳 这两个成分对小部分人有过敏的反应 因此扼杀了一大片西普调的香水 大品牌有能力可以做改版 但其他的就真的挺差 我们再来看现代西普调 调香是会用广过香或者是摄香 来代替原来的项目台 经典的代表作之一 就是Zoomalong的英国梨与小苍蓝 这一支是果香系普调的 它是果香花香和广阔香的结构 刚喷出来的感觉是鲜嫩多汁的威廉梨 这个品种的果梨是从63种欧洲梨的品种里面精选出来的 采用的是超灵界二氧化碳提取工艺 不仅保留了真实的果香 即果香里面还会自带微醺感 香气轻饮而又不甜腻 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会出现小苍蓝的幽香 在隐约当中呢你还能感受到一点点的玫瑰花 花香的层次丰盈而融合 尾吊里就会慢慢的流露出沉稳的木香 在这个木香当中呢带有一点点潮湿的感觉 就好像你漫步在初秋的山丘 满山遍野的威廉梨和白色的小苍蓝 雨后的山坡会有一点点的露花 随手摘一颗威廉梨 入口满满的果香 所以如此烤旧的一瓶香水 难怪是昨晚龙香氛的经典之作 香气呢会让整个人的气质既年轻又独立 很适合在日常的职场当中 或者是威蜜小聚或者是约会 都可以使用 绝对是香水小白的入门款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这个香气有没有戳到你 评论区告诉我吧 拜拜